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我有些朋友 當然因為很不關心 我認識一些大廚 其實他們很辛苦的 有的朋友 他都說他的肩膀頭 手機這裡經常會鬆軟 會痛 那是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是 他們經常煮料理 讓客人吃的時候 那鍋子有時候都要翻炒 有時候很重 其實有些媽媽也是一樣 為了家庭、古莎庭 都要養料理 經常這樣也手機鬆會痛 所以要怎麼做美食 然後要不要太大的負擔 只要挑到一個好的鍋具 讓媽媽在作料理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辛苦 然後可以降低我們這個 肌肉、骨骼 那個痠痛的風險 因為這個姿勢 如果經常這樣的時候 久了 有時候有時間或是什麼的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 應該經營什麼樣的鍋具 會減少我們做菜的壓力呢 好的 請到的專家 真的都是厲害的專家 這一位就很厲害 很能作料理 保養得非常好的寶媽 還有我們的鍋具達人 李明達先生 我是普通專家寶媽 我是鍋具達人李明達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謝謝 來 兩位都是很強很厲害的 一個就是... 你好 他就是很厲害 每次都分享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是 寶媽是不用講了 一路過來就是 他很懂得養生 很會煲湯 對飲食 它非常非常有概念 不只這樣 人生道理 它也是很多正面的能量 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人生吃過無數的酸甜苦辣 所以你說什麼 我都可以說 沒有,你怕你呢 你的人生是菜式的 以前是黑白的 現在是菜式 我覺得都有一些過程 做到讓我們其實 比一般人更知道一些事情 更了解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的我們 有過去那些經驗 照就現在的我們 我都覺得很開心 對,因為我非常感謝 我們曾經 並說跌跌撞撞的 但是你知道有那些跌跌撞撞 現在我們 懂得享受 你知道嗎 我們很感恩 原來 原來 自己懂得愛自己 是多麼幸福一件事情 對啊 對啊 我們兩個在那邊說 你中間... 因為 他真的不夠 他真的不夠 我們只能在上頭而已 今天你要來跟我們分享 一些很不錯的東西 對不對 當然 因為其實像剛剛有講到 叫 是啊 其實我們鄉上 生活中 各種形形色色的東西 都是一種享受 就好像平常我們在做料理 其實也是一樣 你現在要丟他的臉書 是說作料理 當然不是 就是分享好鍋去 你有這麼肯定 我們每天在廚房裡面 有頭膝蓋嗎 對 你當然... 看著我 每天十天 他做得也很高興 充滿了愛心 然後做的東西出來 他很會作料理 當然不一定 但是今天介紹這一套 我用後 絕對不可能有頭膝蓋 這樣吧 你今天要作料理還是寶寶 我們作回來作 請問兩位今天要分享 什麼好吃的料理 我今天要帶來的是 紅燒燉牛腩蛋包飯 很厲害哦 很厲害的 那我就是拿手的 好強哦 好耶 郭姐 我覺得你有一點點勉強 不 我在想說 包湯是難不懂你的 對,而且義式蔬菜湯 不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鍋要很重要 對 這樣 因為其實鍋子 它的聚熱 包括它的容積 包括... 我覺得要夠深 蘸不蘸這個都有 煮湯要夠深 對,要夠深 好,那我們要... 那我們就來準備一下 好 三十公克 青蔥一根 雞蛋兩顆 番茄醬兩大匙 寶媽呢 我看你就是把所有的蔬菜洗乾淨 對 你現在在切的 準備的這些材料 我幾乎我們家冰箱... 一定有對不對 都有耶 對,因為都會買這些 紅蘿蔔跟番茄 是比較耐放的樣東西 對 現在菜有夠貴的 我們已經是下重本了 現在連紅蘿蔔也很貴 也很貴哦 還有洋蔥 這幾樣在家裡的蔬菜 還有番茄 我覺得煮湯或什麼 這幾樣都放進去 對啊 還不錯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養生的蔬菜湯 而且年輕人很容易學會吃 是哦 你這個要很費工,有沒有 沒有,你把它切好 都把它丟下去就好了 這樣嗎 湯如果滾就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其實你看 這麼多的料 湯如果滾 湯如果滾 OK 湯如果滾 媽媽這個很強 這麼多的料 你知道嗎 平常家裡的湯鍋 根本放不下去 放不下去 真的,尤其是高麗菜 一放下去 它就滾出來 所以我就說嘛 我一後煮湯 所以我的湯鍋要很重要 你要夠... 夠清 你如果不夠清 水滾滾的就沒有湯了 但是又不能太笨重 對,也是 要有靈巧度 所以說我今天帶來的果子 厲害了 好的,你是煮湯 一個是煮湯 一個是蛋包 蛋包 我跟你講 那個蛋要煎得很漂亮 當然 其實煎蛋包 以前都只會作蛋炒飯 因為那個鍋子 怎麼做都做不出 那個完美漂亮的蛋包 所以蛋倒下去的時候 就隨便攪一攪 這樣就好 好,我先把這個放這邊 它這個高麗菜大小 其實都還OK 可以啦,因為高麗菜 其實如果是我 我是不用切的 我覺得高麗菜用... 對,高麗菜用白 對,白就好 它煮下去也會薯 對啊 它也會輸 所以你就紅椒、紅番茄 甘土、胡蘿蔔 這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食材 如果想要吃清淡一點 然後最近想要瘦身一下 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瘦身菜 如果要放幾個排骨也不錯 變排骨湯 也OK啦 也可以啊 我有時候會買雞骨頭 然後就放下去 對 對 好 那我這邊炒飯也順便開始 好啊 現在這一組鍋子我再用就是 現在人家都提倡就是 那我就都是把它放一點點的油 一點點的油 對,不要太多 那我們先把這個洋蔥 先把它下去 炒香它 對,先把它炒香 對 來 對 那以前我們在作料理的時候 一來怕沾鍋嘛 對 二來又怕燒焦 我覺得沾鍋是一個 我們最怕的一樣東西 最最頭痛的東西 對啊 像這個 我在用這一組鍋子 它本身它這個是全鍋 都是用 我們用很多鍋子 都常常在擔心說 它這個會不會有鐵芙蓉 會不會有... 對啊 那我很怕 因為我很怕說去買到這種... 因為你買到有毒的鍋子 是毒害全家人 對啊 毒害全家人 那個錢錢不好 全家人的健康在你手上 對,所以我現在比較覺得 用得比較安心的 就是像這種陶瓷布 好哦 對,陶瓷一來 它健康無毒嘛 那二來就是說 它這個不沾不黏 不容易燒焦 對 那這個我們要怎麼樣 譬如說也要養鍋 保養一下 其實它這個養鍋 非常的簡單 簡單 它非常簡單 就是說 平常我們要使用之前 或是要使用之後 我們把它加一些什麼 就是加一點點的油 然後用餐巾紙 擦一擦 對,你擦一擦這樣就好了 就好了 好,OK 那我現在飯放下去 我已經把那個東西放進去 我先鍋蓋一下 你看 全部都進去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滿滿的 剛剛那麼大一碗 現在全都進去了 對,我覺得這個鍋 我很喜歡它 因為它夠深 對 有夠深 這個整隻雞可以放下去耶 可以哦 可以啊 這應該不只放一隻吧 而且因為它的鍋蓋也有弧度 有沒有 這不錯 好 先把這個飯 先把它壓一壓 就是讓它都有炒均勻 炒飯一定要壓一下 對 它本來黏著火嘛 對 黏著火 它讓它的飯蓋開 好,小心燙 再來把它加一點點的番茄醬 番茄醬 對 那就感覺就滿好吃的 這個番茄醬在加的時候 常常我們在做就是 會遇上一個上色的問題 對 你要拌炒得不均勻 所以說很多人就會拿起來 做這種翻炒的動作 常常我倒三碗飯在裡面 對 然後炒出來的時候 剩一碗、半、兩碗 有什麼都背出 很誇張耶 對,所以這支鍋子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 它有這個很特別的一個 高起來的角度 有沒有 這邊是高起來的 所以你翻鍋的時候 它會稍微擋一下 對,所以它這個弧度 就是像這樣 我們在翻鍋的時候 有沒有 它會直接幫你從這邊拉回來 就是在這個位置 它會直接幫你勾回來 所以說我在翻鍋的時候 等一下,我看一下 很輕鬆 確定嗎 真的 真的 真的耶 反而我以為你很厲害耶 沒有,因為... 我們家都是用那種平底鍋 所以翻鍋很難 所以我都不會亂開玩笑 所以你不太翻鍋 我不太翻鍋,對 所以我看的樣子 好像也剛好而已 對 順便我現在帶來這個 就是我的祕密武器了 對,我直接先把它放在裡面 把它加熱 好的 對 我們像這個飯炒好了以後 我們先把它盛盤 好 來,我先放個... 來,我先把它放一個地方 好的,成派 好 會不會太大 沒有關係 我待會兒要再做一個特別的東西 好 那這樣子 好 來 像這樣 來 然後你看 像我們剛剛這樣子炒完 我們以前有加到醬汁 以前有加到醬汁的話 就是它最容易怎麼樣呢 就是說 鍋子裡面會有燒焦殘留的痕跡 因為我現在鍋子都還沒有擦過 有沒有 都還沒切過 但是現在整個鍋子有這麼乾淨 完全就是漂漂亮亮的 不沾不黏 再來現在重點來了就是... 我知道 就是要加高湯了,對不對 對 現在對 我不對 重點來了 主要在家裡面 因為我們錄影 所以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只要加高湯 對 如果你自己在家裡煮 你就可以用白骨 或是雞骨肉湯 對 好的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比較快 吃高湯 好 好,你家裡也可以待會兒 白骨也OK 好 我看這鍋湯 家裡... 好香哦 六個人、八個人 甚至十個人都有夠 可以耶 大容量 是,夠耶 大容量不一定要煮那麼多 可是你要真的煮多還是可以 對,但是蔬菜的湯 還是要把它的湯 蓋過於它的蔬菜 就是你要蓋過它 蓋過它 對 好,了解 高湯 好 那我現在... 好的,你可以煎蛋哦 我就順便煎個蛋好了 可以 好 好 那我剛剛這支鍋子 我就完全... 我不用再放油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炒飯的時候 剛剛就有油 炒飯的時候 它就有殘留了一些油在裡面 對 然後將這個蛋把它倒下去 然後像這樣把它畫圓繞開 有沒有 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是真的完全不沾不黏 像這樣子 像這樣 沒有,因為重點是... 鳳姐,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鍋是有弧度的 它才會這樣 可以... 蛋邊這樣 旁邊 一直蓋著 這樣 我們如果是一般平底的話 它就沒辦法... 有層次 對 來,我們現在要做蛋包飯的話 就是直接把飯 好 放一些就好 放一些在裡面 好 把它放在這裡 好 在家裡其實裡面的炒飯 就是看個人的口味 你要加番茄醬 有的人喜歡加一點醬油 通通烤 都可以 加肉絲什麼都可以 對 好 像這樣子 來,先用這樣子 現在重點就是這張蛋皮 你看 你看,我們只要像這樣子 好,把它... 好,先燙哦 好 做得太嚼張了 沒有關係 就是像這樣子把它包住 你太貪心 你放太多飯了 飯太多了 對 對,沒關係 好,沒關係 重點是... 來,現在我們要把這張... 直接把它滑出來 好,像這樣 像這樣 有沒有,它這個蛋皮是完全 不會黏在你的鍋子上面 有沒有 它這整張... 重點是到現在這個鍋 還是這麼乾淨 對 它是一點痕跡都不會留在上面 這就是完全的不沾不黏 好 再來就是像這個... 來,我這個料理包應該也好了 好,來 像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紅酒燉牛肉 它以前叫作 柏根地燉牛肉 那這個柏根地在法國 它是什麼 它算是...都是農莊嘛 都是像這種農莊、莊園 那他們這個柏根地燉牛肉 在以前就是他們的 傳統的家常燉飯 而且這個柏根地燉牛肉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肉塊 就是它的料很豐富 有沒有,很實在 對 這個我在家裡這樣吃 都超好吃的 超香的 紅酒香 又方便 因為柏根地燉牛肉 以前是這種家常燉... 家常的這種傳統的家常菜 後來它就是被稱為 法國不可不吃的料理 好 像這樣子 這樣很方便 對,好簡單 好,如果說剛才要蛋包飯 兩個可以比較大的 也可以放一些蛋包豆這種 OK,都不一樣的選頂 對 這樣子我們可以準備上菜了 來 我們來喝個湯 很簡單就完成了 對啊 好,這個湯 剛剛有加一點番茄醬 對 我跟你講 像媽媽說的 謝謝 那個蛋包 我都要用最新鮮的東西 對 多一點 讓它慢慢熬 對 好 洋蔥什麼 好 媽媽,感謝 謝謝,寶媽 那我現在就來喝一下蔬菜湯 很香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紅椒 紅蘿蔔 紅番茄 高麗菜 洋蔥 真的耶 我跟你講 如果再加芹菜 了不起 我跟你講真的 芹菜 真的 可是寶媽,你們有發現嗎 我們像剛剛燉煮的時間很短 非常短啊 對,比一般的鍋子還要短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支鍋子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它 那遠紅外線呢 它加熱它是由外到內 在油內而外 它不會說像我們一般 比方說你原本燉、爐 你要一個小時的話 是 它幫你縮短了一半的時間 因為它有穿透力 對 所以它鍋裡面的那種耐熱度 是包覆著在這個裡面 對 穿透力就是穿透食材 所以有時候我們煮東西 吃起來會炒炒 對不對 但是如果用這個遠紅外線的鍋子 它就不會 我們這些做媽媽的 經常都在煮食 讓小孩吃 小孩就給我們鹹 比如說 媽,我覺得你今天這個蛋炒的 真的是... 你有進步的空間哦 我們是不會火鍋 會 我煮東西吃 還給你批評 對不對 回去進去廚房就說 鍋子不對 還會砍... 我們要砍大鍋 我們要砍掉鍋子不對 然後我們那群社區媽媽呢 每一個人坐下來 都會抱怨小孩子 然後大家都... 然後到後來 我們就開始稍微去買鍋子 因為不要去洋蔭 我們要買鍋子 要買對的鍋子 所以我剛剛一直跟明達說 這個湯鍋我很喜歡 因為它夠深 夠深 因為我每次煮湯 那個鍋不夠深 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可能要煮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對 鍋子不夠深 兩點前後就不乾了 對 所以鍋子是真的很重要 像我小時候 小時候我吃料理 我就知道我媽的心情 正經的 煮得好吃 我媽媽的心情就很好 煮得不好吃 心情就很壞 但是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鍋子嘛 對 譬如他煎一顆魚 我 黏鍋子 我今天煮東西都很壞吃 而且明天馬上就去買鍋 對,因為年鍋心情就不好 東西就隨便煮了 如果說但是煮得順順利利 其實在廚房就好像貴婦一樣 很開心 煮得很輕鬆、心情好 煮出來的東西就跟著好吃 對 所以這組鍋具我再用 當然在家裡下廚是我比較多 所以說我對鍋具就很講究 那你好像還要再煮一道什麼嗎 那我這個... 你現在有火嗎 對,我現在開火 好 要用這個進一進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我們這個紅酒燉牛肉 在我們現在吃到的 其實已經不是以前的這種 農家的家常菜 因為其實紅酒燉牛肉 它裡面當然是有紅酒跟牛肉 是 但這個牛肉 它是特別採用牛腩 牛腩這個部位 牛肉的部位 而且重點是 就是我不太吃料理包的一個人 但我覺得它這個料理包裡面的食材 怎麼會有馬鈴薯 很豐富對不對 對 重點是它的牛肉還沒有腥味 沒有腥味 因為它這個是採用澳洲的牛 澳洲的牛 其實澳洲就是地廣人俠 人很少 每一隻牛都有 差不多兩個足球場的空間這麼大 所以就好像在台灣講的話 這叫作放山牛 OK 放山 就像我們吃到的那個放山雞 是有彈性的 一樣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美鳳姐 現在想跟你說一說 明達 你那個料理包跟我們說好吃 裡面有什麼好 你不用說到什麼歐洲還是... 我要說 我愛吃這包是因為 它都用很好的料理去做 所以我愛吃 我覺得它真的是 因為它的味道 跟我們一般吃到料理... 因為料理包我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個罐頭味道 我不喜歡 它這個又... 它沒有 它怎麼可能會... 可以有馬鈴薯 又方便 還用... 好啦,來 現在作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像我前面這邊 這是麵粉嘛 對 麵粉 一般我們的鍋子 我們所知道就是你碰到麵粉 你沒有放油的話 它就會跟你的鍋子黏在一起 可是你看我的鍋子 我把它這樣子 把它放下去 再拿起來 有沒有 它整個是完全不沾黏的 直接掉下去 對 有沒有看到 來,除此之外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鍋... 我剛剛有講到 它這是鍋內、鍋外 它都用什麼 用這個陶瓷 是 所以說 你看這麼漂亮的鍋子 你如果說 常常我們醬汁去滴倒 去滴倒的話就黑漆嘛 旁邊都黑漆 對 這樣清一點一點就不適合了 對 對,而且像這個醬汁 我們最怕的 你看 我現在直接把它倒下去 有沒有看到 好 它是完全不會黏在我們的鍋子上 對 像這個是... 像這個是紅醬嘛 你如果說像一些比較黏的 這種糖漿 有沒有 它也是完全不沾黏 它跟你的鍋子可以說是... 你不用擔心說 它吊在你的鍋子上面 要炒回答這樣 那要清洗的話也是你只要清水 輕輕的沖下去有沒有 就乾乾淨淨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都會有這種 對 所以鍋內、鍋外 都是像這樣子很好清洗的 真的,它那個水滴下去 然後那個油也是 就是像那個水珠 這樣整個下去耶 就像荷葉上面那個水珠 對,像荷葉上面的水珠 如果這樣說起來 這個... 媽媽在清洗它的時候 其實就不要去滷 越簡單越好 對 那有人會覺得油的人 需要一點清潔劑 也不用太多淡淡的 然後沖一沖,溫水 因為不沾鍋它是省油 是 然後讓你的菜感覺 比較不會去燒火燙 對 比較健康 才不會去黏鍋 黏得到整個心情就不漂亮了 菜就不漂亮了 你知道嗎 所以對媽媽來說 像你們說的 菜,你幫我贏了一個鍋子 跟我煮菜無關 鍋子不對 所以說煮菜很好的幫手 當然就是鍋子是很重要 對,我覺得其實工具要買對 要挑選到一個自己適合的 喜歡的 然後用起來又好用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 菜色當然就是說 你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首先就是它鍋子順手的話 作什麼料理 就是比較不費力 而且很輕鬆 輕鬆,對 今天很用心跟我們分享 還有這個調理包的 這個其實也對... 我覺得這個調理包 真的讓我打破 我對調理包的一個名字 因為我對調理包 這樣子有點... 但它這個調理包 怎麼可以味道做得 完全不像調理包 又方便 對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二位的分享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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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